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先注意到在星期二的时候 天气状况看起来会是 未来这一周相对比较稳定的一天 星期二各地都有阳光露脸的机会 不过中南部地区 因为还是一样在处于西南风的迎风面 因此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阵雨 不过整体上来讲 天气降雨的时长 降雨的范围 会再比这两天再缩小一些 天气是逐渐往回稳的方向在走 高温的部分 北台湾甚至可以上看到35度 感觉没下雨的时候闷热 但是午后北部的山区 还是有些零星正雨的机会 星期三到星期五 这三天就要注意到 南方整个往北边扩展成一个 比较大的低压带 台湾全部都在低压带的范围当中 再加上西南风带进来更多的水气 那就要注意到水气增多 各地降雨的情况会明显的增加 降雨的时长又会再拉长 而且在高温的部分会下降一些 在北台湾降到大约剩下31度左右 到了星期六日的时候 总算整个的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准备要伸展过来 温度的部分也开始往上爬 水气量逐渐减少 那就要注意到的是各地转勤 但是午后还是有些局部的震雨 午间的高温也会局部的再往上走 所以未来一周看起来 星期二天气算稳定 星期六日天气又会逐步回稳 但是星期三到星期五 这几天如果你有安排户外活动 一定要注意一下天后的状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最新的这张卫星云图上面 可以注意到蓝恩台风 现在逐渐地往日本的方向来前进 方向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 接下来开始往北边偏转的时候 就会注意到天气状况会比较不一样 对台湾来讲 现在北边有个小小的低压带 但是等蓝恩台风往北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大约是在星期三 它就会从这个日本的本州附近 开始往日本海的方向来前进 这个时间就注意到 整个台湾的附近的风场 会随着台风进入到了 比较偏东北侧的位置之后 开始拉一些西南风进来 刚刚讲到时间点就在星期三 所以台湾附近从星期三开始 各地下雨的机会都会明显地增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今天来讲的话呢 午后的对流发展有 但是在中部地区比较明显 另外地形上面的符合 从层间开始就有 所以台南到高平地区 其实这几天来讲的话 都是从晚上一路下到白天 这样的降雨形态 其实到了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 降雨的情况稍稍趋缓下来 不过中部地区跟北部的山区 在下半天开始 也出现局部的降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累积雨量的部分 中台湾在大概下午开始 雨是比较明显一些 而在南台湾则是在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 降雨就一直在累积 北部地区的山区则是在中午过后 开始有些零星的降雨发展起来 未来几天的天气降雨状况 我们就来看一下 星期二在明天 西南风还是有带一些零星的水汽 因此在西半部地区 跟今天类似 还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 中南部的山区 都有一些午后阵雨的机会 星期三到星期五 这段时间刚刚讲到 台湾进入大的低压带 水气量开始增加 各地又是银西南风 又是有午后雨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降雨的范围 降雨的强度 尤其在中部附近 都会比较明显的增加 但是北台湾同样降雨 也都有机会 到了下个周六日的时候 整体上水气减少 但是还是有些零星的震雨发展 地面天气图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 现在台湾附近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低压中心 但是这个不会发展随着台风 不过这个低压带 随着蓝湾台风往北边偏转之后 开始范围会跟南海这边的低压 连成一气 新南风送进来 台湾附近的天气状况 从星期三开始 变得更加不稳定 一直到星期五的这段时间 刚刚有提醒大家 全台湾都会处于 大低压带的范围之内 天气比较不稳定 外出的话 可能都会遇上 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要一直到星期六的时候 整个的低压带逐渐的减弱了 台湾附近开始吹 比较偏东风进来 星期六开始 各地的天气逐渐回稳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午后震雨在周末还是会发展 那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到 在各地的详细预测上面 北部地区 明天天气算是蛮稳定的 高温的部分 可以来到34到35度左右 而在中台湾 明天的高温 同样也可以来到33度 但是要注意 除了午后震雨之外 在白天上半天 彰化以南沿海地区 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震雨的机会 而在南台湾 明天同样从晚上 到白天的这段时间 都有一些零星震雨的机会 高温的部分 大约在32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 以南 花莲 台东 都是天气晴朗 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 外岛地区 马祖的高温 则是可以来到31度 金门跟马祖 都有一些局部震雨或是雷雨 澎湖的高温同样也是31度 天气晴朗 外活动 注意防晒 来看到未来一周的详细预测 在北部地区可以注意到 星期二 星期三 这两天相对来讲都还算稳定 但是中午过后 北部地区就会开始有变化 因为新南风的水气 也开始往北边带 中南部地区都还是有些局部震雨 天气状况随着水气送进来 一直到下个周末的时候 开始准备要放晴 下个周日周一 阳光就会逐渐的露脸 另外我们来看到在外岛地区 未来一周天气状况还是一样 都是处于局部有震雨 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 要到下个周末 天气也会逐渐的回稳 小丁宁还是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明天在中南部地区 都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震雨外出 注意路况 记得攜带雨季 而在各地的五间 没有下雨的时候 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 感觉比较闷热 记得多补充水分 我是陈志根 广告回来 请你持续锁定中式新闻 我是陈志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